避传足有术初级班第五课 驱斜十三月详细解读 茅山百景神针讲解 两个内容 第一个 哪十三个月位 我要驱斜 第二个 怎样驱斜 茅山百景神针 怎样去做 又学的东西比较厉害 因为初级大一课和到第四课都是基础的东西比较多 比如说怎样拜神 怎样吹口气 用什么手势 第四课课都比较专业 第四课课都比较专业 第五课课说驱斜十三月和茅山百景神针就比较中级的内容 虽然初级都算是中级的内容 在外面培训的话 这种十三月茅山百景神针都可能都用到高级课程来教 所以你们在国家金融平台 是好着素的 在国家金融平台学习 初班都会学到中班高班的东西 因为我大把东西教 我都没所谓 初级东级高级的东西 怎样方便怎样讲 用得上都会讲给大家听 讲个基础之后 你们要明白十二经诺的问题 十二经诺这些东西 我们要学什么呢 其实 我不用不要学那些什么月位 月位 哪些月位 加哪些月位 不学那些东西 你大概学什么呢 你大概要学到十二经诺分阴阳 十二经诺要学会分阴阳 学会分阴阳 学会分阴阳 比如说手三阴经 手有三条阴的 有三条阴的 足呢 即是脚下又有三条阴的经 三条阴的经 他记得叫什么名 都不用记得 什么手太阴肺经 手少阴心经 这些什么手少阳三照经 足少阳 胆经 足缺阴光经 不学医就没必要学这些 我们只不过是学足柳 也学法术 学个养生而已 我大概知道 我大概知道 手上有三条阴的经 手上有三条阴的经 我认识 因为我五轨位上课 没办法 是这样的 五轨位上课 没办法 信号 都时短时好的 OK再说 第五课 首先要学的是什么呢 十二经诺分阴阳 我们只要知道人体 有主要的十二条经诺 每条经诺 都有阴阳的属性的 其中手上有三条阴的经论 有三条阳的经论 猪群的经论 竹都有三条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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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这边的经络都是属阳的 这是第一个 这样分阴阳 第二个 脚上这边的经络 外侧的经络都是属阳的 内侧的经络都是属阳的 你说这个是属阳的 正面又属阳的 背面又属阳的 外侧属阳的 内侧属阳的 内侧属阳的 手上内侧的经络属阳的 外侧的经络属阳的 这里是阳的 这里是阳的 好 说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你又没有问题 你是医生 没问题 dr.ho 厉害了 dr.ho 都要你指教啊 老师 不要说那些东西 你是赚欧元的 哎呀 我赚港元的不同 但欧元没有你那么好处啊 我现在就是很惨啊 嗯 惨不惨 都可以的 全世界慢慢都越来越好 OK 先学这些 经络分阴阳 手上三条属阳 有三条属阳 脚有三条属阳 三条属阳 还有阴经一般都是内侧 阳经一般都是外侧 那样理解就差不多了 OK 好 第二个 十二经六 所在的位置 刚才说了 内侧属阳 外侧属阳 十二经六 起子的部位 和运行的方向 看一看 手阳经就向下走 手阳经就向上走 竹阳经就向上走 反过来 竹阳经就向下走 这个气血混行的情况 怎么理解呢 手阳经向下走 比如说 所有的经络在 手臂内侧叫阳经 这是大家要记住的 所以这条叫阳经 我都不看它什么太阴肺经 我不理它 我就知道这是阳经 当然 你帮人扎针 就是要记一记的 不是帮人扎针 就不用记的 这是阳经 就 rewrite 这些叫阳经 这些叫阳经 都是向上走的 这些气血是向上走的 这些气血是向上走的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结论 你们有非常专业的人说不是这样的 不要跟我拗 你先听我说的 我们再看 刚才说触阴经是向上走的 触阳经是向下走的 反过来的 所以这里是触阴还是触阳 是内侧的 是内侧的 当然是属阳 阳当然是属阴 内侧是属阴的 阴是向上走的 阴是向上走的 这条经也是属阴的 内侧是向上走的 气血是向上走的 这个阴经也是向上走的 在内侧 外侧是向下走的 这样走 阴是属阴的 这个属阳的 竹太阳旁刚经 阳是向下走的 阳是向下走的 竹阳明慧经也是向下走的 其他人是向下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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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OK了 一般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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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物呢 是向上走的 因为属阳 那 阳 人物是向下走的 OK 这样搞到这里就行了 为什么要知道他向上走 向下走的方向呢 请记住 你要保的话呢 你要保的话呢 就是你想 公医理论 保蝕这两行业都很厉害 你身体虚就要保 比如说你软弱无力 软弱无力 那就要保 蝕是什么呢 上火呀 飙龙呀 生瘡呀 睡不着呀 这个时候呢 就用蝕的方法 用蝕的方法 阳顺阴力为保 阳力阴顺为蝕 什么意思呢 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 说到这个 几个月位呀 和那些百景神针 要扎针 要扎针 你扎针的时候 是怎么去扎呢 你知道这些经浪运行 是怎么去走的 举个例子嘛 怎么去走的 我举这个例子 这条经是属羊的嘛 竹羊经是向下走嘛 去血就是向下走的 那我们为了和它补呢 补充它的阳气 或者补充它的能量 这样理解呢 那我们扎针的时候 或者按摩的时候 或者挖符的时候 因为挖符 都要在某些月位那里挖符嘛 或者扎针嘛 或者按摩嘛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要怎么去做呢 是要顺着这条经浪去 去封气扎针、按摩或者挖符 所以叫阳信、阴力为保 阳信、阴力为保 就是说我们要 顺着这条话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这样去封气整一轮 这样才可以将它体内的阳气捕捉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整一幅图过来 带政府图过来 又是一样的 这条经络属于阴经 首少阴 阴力为保 我们知道首阴经是向下走的 所以我们要和它保 我们要画负扎针或者按摩 要从下面一路弄上来 这叫保 一样叫保 舍起道气是一样的 阴力阴顺 画负扎针或者按摩的时候 要舍起道气 阴经就由下面一路弄上来 水阴经由上面一路弄到下面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可以 可以了 这些是秘密的东西 不是一般人认识 十二经络通与堵塞得要缺 什么叫通? 什么叫通? 首先明白 经络平衡则通 交叉则倒 什么意思? 平衡则通交叉则倒 我放个视频来看 看不看我的视频 看不看得到? 各位同学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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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我们这条手臂 手臂 这边是大摇小尺 摇骨 有条骨在这边 在大帽子这边有条骨 这叫摇骨 细帽子这边有条尺骨 摇骨尺骨 这两条骨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手臂是这样的 但如果我们 我手这样 这样转转过来的时候 你们一样拿手出来 这样转转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发觉这两条骨是这样搭着了 一开始两条骨是平衡的 这样两条骨是平衡的 这样的时候两条骨是平衡的 所以我们平时这样 这样 这两条骨都是平衡的 但我手一转 这条骨就搭着去生 本来是这样的 一转就搭着去生 两条骨就搭着去生 这个时候叫做交叉就失了 你这样手一转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为什么有鼠标手呢 鼠标手呢 本来手是这样才是平衡的 但是你按过鼠标 我们的手一转过来 是不是这两条骨 摇骨和尺骨搭在一起 交叉搭在一起 才拿着这个鼠标 所以搞得很久 你的手臂就会过来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的鼠标 就会设计成 在侧面这样拿着来按 是不是有这样的鼠标 你记不记得 是 嗯 就是这样意思 很贵 所以说 经禄 平衡 质通 交叉 质道 首先手 你这样就叫平衡 这样反过来叫交叉 这样经禄 手上经禄是不通的 这样叫平衡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练功夫就是这样抱着来练 不是这样练的 这样练是练不出真功夫 这样去练 这样去练 这是打过 第二个呢 你练上手 练上脚 其实都是叫经禄交叉 就塞的了 所以我们练暂装的时候 练暂装的时候 就是 要这样的人 要这样站在那儿 撑开来站在那儿 这叫经 就叫平衡 经禄就通了 所以一练上手 这样练上手 这样练上手 或者练上脚 这个时候 叫做经禄交叉 就会塞住 所以很多时候 你们自己练健身也好 什么都可以 练养生 你自己看 你的动作 是不是使得 你的骨头有交叉 比方说 你用力 向后一咬那条腰 这两个经脚骨 咬在一起 其实都是一种 经禄交叉 堵塞的一种 一种 习惯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含空白背 含空白背 就是说 你将这个背部 扩展出来 所以经禄就不会 交叉 好 OK 这是这样的意思 说这么多 为了说什么呢 为了引出这个 道家声揚功法基础 动作的介绍 要通督脉 通淫脉 通手报三阳三阴经 通足报三阳三阴经 都是用了这个理论 这种东西 就是用了这个 阳迅 我要保养 阴力 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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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那个视频呢 我们刚才有个基础知识之后呢 有个基础知识之后呢 大家知道这只手这里 这个手这里是属于阴的经络 那手背这边呢 就属于阳的经络 属于阳的经络 那样就属于阳的经络 那样就属于阳的经络 是由下走到上的 虽然这样没有 是属于阳的 属于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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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阳的动作 转来这边 又转来这边 腰在那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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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大的 那些同学 机能不是那么好的同学 经常用这一招 脚又是一样的 脚就是 属于阳的腰来摸 属于阳的腰来摸 摸 摸 因为阳呢 阳经 阳的经络 竹阳经 是向下走的 就叫顺 竹阳经 是向上走的 所以我们 我们摸的时候 我多拿一条经 如何 这种方法 只是摸手和脚 不需要摸胸口 不需要摸背部